各位呢,您進到我們這裡面,你可以從這裡找 也可以到我剛剛那個整理的這裡面 開講這邊 那我就把它稍微分類一下,比如說你的軟體的設定啊,執行啊 為什麼沒有辦法開啟,然後 可能錄的聲音特別小聲 之類的 我就把它整理在這邊 那麼一般最常見的老師可能會有一個需求就是 我要錄什麼 把它當錄教學畫面嘛 對不對 這樣也可以 但是你在錄的時候到底該怎麼錄 最簡單的方法 叫做全都錄 對,就是從這邊 有沒有叫顯示器擷取 因為呢,如果你用視窗 你要去選擇我是哪一個應用程式 可是有些時候我可能會切來切去的 那這個時候反正就是螢幕上有多抓,這是最單純的 好,最單純的 所以呢,你只要點一下,那剛剛呢 老師可能有看到,會產生回紋 你終於有我,我終於有你 對吧,因為螢幕上的我現在是不是就 又有螢幕裡面的真實的我 所以像這樣,但是沒關係 這樣看的會頭暈對不對 你就按下開始錄製,你就把畫面收起來就好 這樣我就開始講解啦 你要看,要找 有沒有 那他就把你螢幕上的東西全部錄下來 事實上OBS你要用最好的話其實是雙螢幕啦 因為雙螢幕的話,我有兩個螢幕 假設我現在這邊 我這裡一個螢幕 A螢幕,這裡B螢幕 那我把OBS放在B螢幕這邊 我要出去的畫面我就放在A螢幕 所以你哪個視窗要出去就把它丟到A螢幕這邊來 這樣的話就像我們現在這樣 就很單純 那你也不用管說到底你要錄哪一個 我只要把它丟過去就好 像這樣我錄完了我就回到這邊 把它做一個停止 停止錄製 好,我現在把這個 先關掉 這樣大家看的比較習慣 來,進到這邊來 一樣 重新封裝一下 他現在新版本已經可以P4封裝了 就是我這樣點 可以再增加第2個第3個 點開,有沒有就可以增加 好,那 重新封裝 好,封裝完了我們現在就回到這邊 有沒有多一個 所以你現在要做的動作就是剪接而已 因為剛開始的是不是要去掉 還有結尾的地方是不是要去掉 對不對 結尾我停止的地方 老實講如果你覺得這樣都不想要的話 我跟你講 你就用快速鍵 因為他可以設定快速鍵 這樣就可以減少 剪接 剪接的那個時間 好,這樣也可以 因為他可以設定快速鍵到這邊來 設定 快速鍵 你就自己設定說 我要開始 錄製跟停止 的快速鍵是什麼 目前OBS還有一個小缺點 沒有暫停 對 對 他目前暫停的功能 其實有人在反映 很早前就有人在反映 怎麼沒有暫停 但是 就是一直沒有加進來 所以說變成就是 你只能錄下去 灌就停 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Active Printer 讓大家體驗一下 用PowerPoint方式來做剪接 真的還蠻容易的 還真的還蠻容易 所以這個是像這樣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這裡還有一個叫做 所謂的 工作室模式 這個 不管用雙螢幕還是單螢幕都沒關係 那工作室模式就是說 我右手邊這個 右手邊這個 就是現在撥出去的 左手邊這個是我下一個 要進來的 那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兩個 對不對 我現在兩個場景 比如說像我們一般做節目 會有什麼 片頭 然後節目進行中 跟片尾 所以假設我這個是片頭 我先交換一下 轉場 這是片頭 好那我現在片尾播完了 我就 左手邊是不是在準備 我要進來了 所以我就按一下轉場 有沒有彈出彈出的效果 就切過去了 那我 左手邊這邊 我就可以再繼續準備 第二個場景 第三個場景 各位 用OBS 就是 你什麼都要自己出來 呵呵呵呵 對不對 你導播 又是主持人 所以最好是有人幫你 是最方便啦 如果沒有的你就自己 呵呵呵 好就自己 那你也可以用什麼 眼睛的開關 有沒有這裡有眼睛開關 假設你不要用場景的 你用眼睛開關也可以 而且它現在新版本 支援資料夾的概念 所以你在這邊增加的時候 它不只是有這個喔 它有群組有沒有 群組就是我們講資料夾 你可以把你的東西 就丟到那個資料夾裡面去 這樣一開關是不是就一起 這樣也可以 所以如果說你有 就是有做好規劃的話 其實就是用眼睛開關 什麼時候要出現 什麼時候要消失 就透過這邊來做 這樣就OK 這個是一般大部分大家 在用的時候會 比較有問題的 那 如果說 您最單純的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所謂的顯示器擷取 這是最方便的 都不用理太多事情 就直接用就好 好 那 OBS 就像這樣而已 老師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嗎 有想要當網紅嗎 當網紅就按這個啊 開始串流 可是你現在還沒有 因為你還沒有設定那個串流 那個 所以就 不會出去啦 所以不用擔心 但是 你如果要設定的話 你就是到這邊來 順便講一下串流 那您可以選擇 您要用哪一個服務 哪一個服務 YouTube的比較單純 因為那個金鑰就直接給他就好 Facebook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這裡有Facebook有沒有 Facebook好像是 串流的時間不能超過兩個小時吧 就是那個金鑰會變 所以就變成說你要自己 要自己再改變 他現在也有支援另外一種方式就直接登錄的 就是直接登錄帳號的也有 只是說我想 大部分大家應該沒有 太高的這種需求啦 所以 您 就是用一般的應該就可以 這樣OK 好